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璀璨 第25集,能看到 陆毅在医院里陪了今夏三天 几乎是寸步不离 负责,VIP病房的小护士每次进来前都要先稳住心神敲敲门 以免打扰了屋里的两个人 因为他每次进去换药或是量体温或是日常查房 总会看到那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陆先生 就这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不是在喂水果,就是在陪说话 即便是什么都没做,也是一人一台电子设备在看着什么 有一次进去时,陆先生就这么静静坐在床边 膝上摊着一份资料翻看 另一只手却是随意搁在床上 他走近了才看清,就算是妻子还没睡醒 他也是握着他的手的 时而抬起的目光,满满写着的都是温柔 物 谁说影视圈里只有貌合神离的夫妻 他看见的这对明明是人间值得 需要给袁小姐抽个血 陆毅抬手看了看表 大约是在算他睡了多久 沉吟片刻才探前身 手上轻轻捏了两下,惊吓,醒醒 小护士内心吐蕃鼠尖叫,音音音好温柔,怎么会这么温柔,我不行了 惊吓当被叫醒时有些懵,眼神迷蒙语衣含糊 嗯?怎么了?小护士,OS 哎呀呀呀呀,是什么软萌甜妹子为什么睡不醒都那么可爱 陆毅把他的胳膊从背下伸出来,护士来给你抽血 哦,惊吓冲小护士弯弯唇,谢谢呀,麻烦你了 不客气 橡胶管在他胳膊上收紧,手指轻轻拍了两下找到血管 针尖戳进的瞬间,惊吓忍不住抽气,咬着唇看向身边的陆毅 一个藤字梗在喉口唯唯曲曲,马上就好了 他弯下身轻语,像是在哄个小朋友 护士用棉花按住拔出针管,陆毅剃了手去按住 被宠爱的人才会肆无忌惮地撒娇,疼,小护士默默收拾针具出门 此处狗粮密集,万万不可久留 等病房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人 他才低下头在他唇角亲了亲,还疼吗? 惊吓眨眨眼,疼,还要亲亲 第四天的时候,陆毅回去工作 上官西一进门就带住了惊吓在吃烤鸭 袁惊吓,谁准你吃这玩意的? 这颜色你不怕留疤吗? 被管了三天只准吃青州素菜的袁惊吓 抱负式地咬进去一口面皮裹烤鸭 你要讲科学杜绝迷信 那你也不结识了 说归说,亲助理还是洗洗手又卷了一个 还要吗? 其实,上官西还是觉得惊吓太瘦 好像风一吹就会被刮跑了 但作为女演员总是被迫具有身材焦虑 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敢多吃 好就好在惊吓不属于一胖体质 还不需要过分苛刻饮食 再要一个 惊吓也不客气 我跟你说,陆毅都不让我吃 你前两天刚动完手术 哪里能吃这些油腻的 上官西把卷饼递给他割下了手 找出手机点开一条语音消息外放 今夏前两天就嚷嚷着想吃烤鸭 我怕太油腻没让吃 你过去了就找这家给他点一份 我问了医生能稍微吃一些了 我看他也是没想到他前脚刚走你后脚 就给自己来了一份 今夏默默抽了张纸巾擦手 他的伤口已经恢复很多了 除了脚踝和眼角纳触以外 基本上都是前表伤 医生今天检查时也说 眼角的伤口再过几天就能完全愈合 剧组方前两天也派人来探望过 当着陆毅的冷脸 没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拍摄 辗转通过上官西才敢询问一二 等眼角的伤口脱陷了我就出院 今夏边照镜子边说 脚踝上的伤口不算太严重 他还是更关注脸上的这个小口子 还好只缝了两针 还说呢 医生说再偏一点就伤到眼球了 你都不知道 你老公听医生说的时候脸都下白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紧张 上官吸到了杯温水递给他 你还是在多痒痒 没好全就蹦他回去 我看他能去剧组找你算账 我会和他说的啦 没事的 今夏再回剧组是大约一周之后 期间曲柳然特地去医院看过他 但因为也忙着拍戏 并未停留多久 医生嘱咐他要注意伤腿不能过于用力 也不能长时间久战 导演为此 将一部分校园戏集中到了这段时期拍 尤其是补拍了一大部分在教室里坐着的镜头 干净明亮的教室里 偷懒不去上体育课的少女趴在靠窗的桌子上打瞌睡 微风吹起窗帘扬起书液 画得五颜六色字迹捐秀的笔记依稀可见 穿着校服的男孩子走过来坐下 歪着头撑着脸看了半天 突然伸出手为他遮挡住折射而来的阳光 清俊的眉眼里是不动声色的温柔 也许是阳光动人 也许是情难自己 男生静静端向片刻 突然伸出手指 在他唇上轻轻点了一下 又疏然收回 恢复正经微做认真学习的正经姿势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青春里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怦然心动 也许不过就是这般模样 今夏走出拍摄画面准备休息片刻 才看到路易站在不远处 他穿了一件浅色衬衫 袖子翻折到手腕 身色长裤服贴挺扩衬 站在遮阳棚下 仿佛与热浪滚滚的炎炎夏日毫无关系 走到近前才发现 长得再好看的男人也是普通人类 会怕热的 你来接我啊 今夏把上关西刚刚给他的小风扇 对着他的脸猛吹了几下 笑咪咪地问 今天他刚录完节目 按照惯例有两天休息时间 嗯来看你和别人谈恋爱 路易接过他的小风扇 眼神有意无意地在他唇上落了一瞬 满满意有所指的味道 你处在这里我还在怎么谈 他插起腰 嘟起嘴骨了骨脸颊 知道的你只是来接我下班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来监工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监工的 他好整雨霞地笑 略低头看了眼他的脚踝处 脚还疼吗 早就不疼了 穿着印有某某中学校服的女孩满不在乎的笑 抬起那条受过伤的腿铃空踢了两下 只是一点小伤 你就别那么紧张了 他单腿站得有些晃悠 路易一把扶住了他 微微醋眉 但又因为他的笑容而舒展了眉头 满眼都是无奈纵容的宠溺 不打扰你了 我先回车上 好 路易离开拍摄区 走向车辆停放的地方 有几个背着相机的年轻女孩子路过看到 啊 是路易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这让他怎么应 路易缓下脚步 略微汗手 真的是 你是在拍戏吗 请问能不能合影 方便吗 可以 毕竟没有在工作状态 路易答应了这几个女孩的要求 照片里 他站在那两个女孩身后 略微保持了一些距离 笑容干净和煦 与夏日阳光一般清透 没过几分钟 这几张照片 就被追星女孩 发在了微博的超话社区里 立刻就有常年奔走在吃瓜一线的网友 发现重点 等等 路哥他最近在录综艺啊 没拍戏 怎么在影视基地 楼上的姐妹 格局打开 他没在拍戏 他媳妇在拍戏 哦 我知道了 探班 他去探班 探班算什么 我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同事说 袁金夏之前受伤住院 路易是连夜高铁加汽车 从北城赶过去的 天天在VIP病房陪着 那个护士姐妹 天天被狗粮都喂饱了 请说出喂狗粮的全过程 有没有不符合 近江尺度的内容 近江 有被Q到 我感觉路哥就是为了陪老婆拍戏 才会接这个生宗的 胆子大一点 可以把我感觉三个字去掉 怎么办错下还没播 我已经在期待他们两个二搭了 去微博吧 微博什么都有 在厨房中的一遍 从而不够地去掉